今天晚上什麼日子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很奇怪的大家不說話 在一個網台的Live節目但我們不說話 我們就是默哀 那你為了什麼而默哀呢? 你可以為了31年前跟我們有同樣訴求的人 而默哀 你也可以為了今時今日的香港而默哀 你可以為了世界變得越來越陌生 默哀你可以因為所有任何你覺得的不公義 強權壓榨任何的處境去默哀都可以 但我們默哀一分鐘 一起 OK? 大家經常閉上眼 默哀一分鐘 的 感谢观看 好,我相信一分钟过了 多谢大家和我一起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这件事 就连这个空间和自由都没有了 不是危言耸听 我想可能早几年讲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觉得怎么会呢 香港这么重要,香港有司法独立 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兑换港 香港和美元挂钩,如是等等 没理由这样玩弄香港的 对中共没有好处的 但我想大家 现在,今时今日 大家看到其实 已经是捅穿了那个沙窗 连那块遮措布都不要了 香港是不是有价值? 就会损害你的利益 你们可能要明白 未必每个执政者都是理智的 不是每个当权者都真的会以利益出发的 虽然我们大部份人都是这样想的 我们大部份人都是阻挡的 阻挡就是我们会分析 会思考 会觉得什么叫做利益最大化 什么叫做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是不是? 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 为什么会有擦张走火的情况? 难道那些人 他没有分析能力 难道那些人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利益最大化 和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就是风险管理 他们都知道的 但是因为 当我们以佛家的角度来说 就是因缘和合 又要强调说一次 因缘并不是说男女拍拖那种求因缘的因缘 而是说外在条件的成熟 这种条件的成熟 刚才所说的是外在的条件 例如各国之间的张力 他们当中的利益的关联 互相受到牵动 互相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作出相对应的措施和反应 除了这种事情之外 亦都可以是内部的 就是他们自己 各自各的国家元首 面对他们内部的人民 要作出一个交代 有时候 你看到有些地方 我们很熟悉的地方 他们会怎么做的呢 就是他们很喜欢掀起一些民族情绪 他们很喜欢团结内部 去对抗一个所谓的外部势力 所以你会发觉 那么多年来 外部势力永远都不欠缺的 是的 美国不好 苏联不好 西方民主不好 即是会发觉 他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因为当他内部的矛盾开始大的时候 他开始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 他们往往就是顾忌重施 用回同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敌人 那这个敌人 是会威胁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存在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共同去克服这个难关 我们要共同去面对这个外敌 所以我们将所有以前的矛盾 放在一边 然后就博大梦 博大梦 现在忘记了 如是者就过了 那这一招是好用的 这一招你发觉 是用了都成70年 都还在用着 大家都在买的 大家都相信这一套 还有你发觉 即是原来某一个民族 他们的劳性的而且是很强 是超乎想象 那这个其实如果呼应回 我一直所说的就是 你愿不愿意为你的人生负责 我这一集要说的说话 有很多会得罪很多人的 但是我只能说我心里所说的 当真我今时今日 难道我还在为了欠view count 就是想要多些人看 所以说一些很讨好大家的说话 即是已经不是这个阶段 而且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要说的就是 譬如我们的健康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不是你医生的责任 因为你医生不会全日看着你 你另一半不会全日看着你 你放什么入口你自己有得说 所以你的健康是你的责任 不是你医生 也不是你另一半的责任 好了 跟着对我们人生里面对到的 不如意识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不将它认为是别人的责任 推给别人 因为你对我不好 因为你abuse我 你占我便宜 Hi Jessica 是因为你对我不住 我是一个好人 你利用了我 你占我便宜 你对我不住 我是受害者 你发觉邻近地区 令到我们现在饱受煎熬的邻近地区 里面的政权 里面的人 就是这种心理 是不是很讨厌 受害者心理 是一种三角关系来的 施虐者 受害者 跟着中间不断地游走 两边一弹来弹去 你觉得很烦 很讨厌 他明明 情绪在勒索你 大家是不是中国人 的时候 跟着 但是他明明对你做一些 伤害你的东西 拿走你的自由 他们很喜欢说 以前英治时代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民主 我们没有民主 但是起码有自由 但是现在 是连自由都收窄 我们觉得 呼不出气 以前年年 六四烛光晚会 都行礼如宜 今年不行了 今年就不出不反对通知书 那你们不能集会 今年也可能客气一点点 即是你们要拿着蜡烛进去 嗯 好啦 都给你啦 但可能去到下年 后年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整个墙封了 甚至 防暴警围住整个 我 唯远 我们14年的时候 会不会想象到 六年之后的香港会变成这样 现在 你又敢不敢想象 六年之后的香港会变成这样 我 以前在网台 有讲过西藏的故事 西藏当日被攻占的时候 某国政权要跟他签一个叫做十七条协议 那这个十七条协议呢 答应他们很多东西 大家其实上网 Google可以打的 十七条协议 答应有宗教自由 集会自由 出版自由 寺庙有财政自由 如是等等 尊重西藏人民的生活模式 如是等等 什么都有的 都答应了 但是之后 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就是 你看到 这么多年来 我们听到西藏的真人自焚 佛教不准自杀 但是为什么西藏的真人会自焚 它其实是想唤起大家的关注 就是这一种那么大的矛盾 为什么出家人不可以自杀 它会自杀呢 那你是不是引起你的好奇心 其实它用你的生命去换你的好奇 希望更加多人关注西藏 西藏人们没有护照的 大家知不知道 他们是出不来的 他们是出不来的 然后那时候 搞08年奥运的时候 很多外国人去了西藏 看 觉得很新鲜 懂得说英文的西藏人 全部被冬冀了 然后公安是没有入监视 公安上门 跟着呢 make sure 他们不要乱说话 我有西藏朋友住在拉萨 他跟我说 这个情况的确实是这样的 是很匪夷所思的 香港 未来可以有多差呢 你想想 这个17条协议 和中英联合声明 是不是同一件事 其实是同一件事 他都答应了你 之后走送 之后找不同的理由 不去兑现那承诺 正如结婚的时候 说爱你一生一世 跟着不倫贫苦 都会在一起 但后来呢 就很多事发生 那些人结婚的时候 就说til death do us apart 自死 才分离 但是你见到多少人离婚 但我们现在这个不是 一段婚姻关系 大家是公平 平起平坐 我们其实 是被 我们是一个养子 被送回去自己的原生家庭 但是 原生家庭 其实不是一个充满爱的原生家庭 有很多问题 例如每次 家庭内部有问题的时候 家人不和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的不肖子一定听了外面的势力疏败 勾结外部势力 然后每次 家人有做错事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 是不是要打散这头家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们听了很多年 我们的情绪 勒索了很多年 私弱者 以被害人自居 而我们 真正的被害人 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连悼念的空间 和自由 都没有了 香港人在这件事里 我们真的不可以输 我们如果输的话 我们的下场 可能会比西藏和新疆更要惨 因为我们令到一个 这么爱面子的政权 没有面子 全世界看着他 由去年六月到现在 他的行为 是多么despicable 就是多么下流无耻 多么反人类 全世界有没有共同 当日的西藏和新疆 没有这样落他面子 但是香港有 所以香港这一次一定不能输 可能听到这一道 大家会觉得 很无奈 我够不想输 那我做了些什么 可能去悼念 我都去了 但是不代表 我们就可以结束一档专政 当人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永远的反应都是说 其实你看到屠宰牆的动物 它们知道喊是没用的 它掙扎 它忍 它喊 它流泪 它是没用的 因为它一定不够我们人类大力的 而且我们这么多人 整个图场里面 这么多人围住它 这么多机器围住它 它走不掉的 但是为什么 它都要挣扎 它都要 大哀 它都要 流泪 它呢 就是因为 它要向全世界 所有听见的人 揭示 这种不公义 香港人 就是 要向全世界 揭露这种不公义 我们怎样 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有七百万人 我们只想 按照 过往的生活模式 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相信的 我们相信 《中英联合声明》 可以保障到我们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 找到B&O 现在很多人很麻烦 因为 回归后的小朋友 怎么办 我早两天 闹了一个笑话 就是 我说 我断食 我上个星期五 断到想着 刚刚这个星期二 但是 我就说 我星期一 下午的时候 进去一家茶餐厅 然后 喝了半杯才发觉 原来它下了糖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常杯子来到 你没理由 喝了半杯才发现它很甜 因为我没有加了 现在的前面 前面 就是因为那天 我们是几个人 进去沙岭公务 做烟供给手足 当中有一个人 是一个男士 其余我们四个都是黄 有一个是男 男屋 他说他不相信 这场运动死了一年 进去 我们找了很久 为什么呢 沙岭公务 他有一边叫福建公务 然后 那边 我想是由开放至今 所有的 就是没有人应领的 尸体 就藏在那里 应该叫Jane Doe 和John Doe 然后 2019 2020 是另一边 另外一个山堂 要开车 如果走十五二十分钟 这样 我们去到草高度 其实我们都看不到牌 遮住 但我们看到有花 草上面有花 即是早可能一两三天有人来拜过 然后我们开始装 我们才看到 那些杂草遮住了很多 是写着2020 2019 2020 2020 的数目 是多到 好像走的都走光了 好像在一个迷宫里面 我们做燕共 燕共 其实就是密宗的一种 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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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大家 我知道大家未必是密宗 但是 你当 听故事 我都可以交代 我该做什么 还有 为什么会这么蠢 喝了半杯才发现 其实 燕共就是 他们叫做三白三甜 即是里面用三种白色的东西 譬如 是 奶粉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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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粉 类似 或者是米粉 三种白色的东西 加三种甜的 可能是 蜜糖 黄糖 砂糖 等 将它混在一起 其实是食物来的 接着 将它混在一起 有些人会喜欢加一些 木 例如炭香 混在一起 然后 通常会用粉的形式 那我们会用火烧烧 这样就会有很多烟 那我们就会念一个 移轨 那移轨 其实你当是念经 那样 蜜中叫移轨 就是一个特别的ritual 这样就令到 所有的中阴心 OK 即生命和生命 即我这一生 和我下一世中间的 那个期间 叫中阴心 可以离食 那你见到 那些青和现场 那些人经常会遇到鬼 其实那些就是一些中阴心的 未必走到 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就很奇怪 为何我在 我跟别人说话 别人听不到我说话 那很多被冤死的 非是死的 即生命是未结束的 提早被结束的 自杀他杀的 都是这个状态 那有些另一种 就叫做大力鬼神 就是我们叫做鬼道 饿鬼道的众生 那饿鬼道的众生 他们也是无法吃到东西的 尤其是最少 我们叫福报 最少福气那种 就算子孙 找东西拜他 他都吃不到 因为他 那个福气不足以 令到他可以有东西吃到 下肚 明白吗 即是你这一世人 你的享受 你能够有多少 享受多少 用多少 亦都是你的福气 你的福报 而 如果做了饿鬼道的众生 有些很有福报的 那就是 杜家所说的 城王 地主 土地公 但如果是一般的 就会是 周围飘 即是我们俗称的鬼 其实我们所谓见到的鬼 遇到的鬼 其实就是 俄鬼道的众生 或者是中阴森 是两种形态 他们会不会伤害你呢 其实 其实不会 因为 那天我们进去做烟共 其中一位蓝丝 他就说 不信死了人 不信死过人 不是不信有死人 不信死那么多人 是不信有死过人 ok 接着 我们带他看 我们全部都是第一次进去 但我们 王的那几个就走了一圈 非常难过 有一个女子是基督徒 其他都是在佛教 佛教的时候 大家念 Omari me me ho 即观音的深层 那我和另一个女子 懂得做那个烟共 那个移轨 那我们就做过移轨 就一路念 接着就 一路走 一路念 Omari me me ho 就是我们回向给他们 给他们来吃 给他们知道 我们并没有遗忘他们 其实有一个传言 传说 当然没有人知道是真还是假 就是说 其实很多 年轻人 很多手足 是被捉了之后 被拳打脚踢 明明 那个袋里面有身份证 但是呢 施虐者呢 就 拿了个身份证出来 就扔了 消毁了他 那 那个人 死了之后 他因为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 家人不认领不到 那便就这样撞在那里 而对他的家人来说 就是 他的儿子 或者他的女儿 一路失踪 譬如 陈彦霖小朋友 我不知道要什么人 才会觉得没有可疑 就是 游泳建杖 会传落 浸死 在海上面 漂流 接着 节目出现一个 说是他妈妈 但是 没有人认得是他妈妈 而认得是他妈妈 是隔了 几个星期之后 说跳楼 但是 身体僵直 青白色 没有血 就是 你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 正常的物理现象 就是 跳楼一定是 身体会更软 当然跳楼 可以散开 地心吸引 但是 血会周围都是 但是 这一段时间 2019年到现在 跳楼很多 都出了C班 是没有血的 是僵直的 是硬债的 就是 我不明白 那些人要有 多大的利益 才能够 埋没良心到 觉得 这些是OK 因为 你不知道 大家例事 你的儿子不生性 他上街 那个可以是他 其实 就是 你可怜 就是天下父母心 就是 他还在等着 他的儿子 或者女儿回家 但是其实 他被人坐在沙嶺 那我们 那天 就是 做烟共 烟共 烟共 我会做 但是我不可以教大家做 因为 密宗的事 就是需要有凌波车 去做个口传 那如果大家有口传的 我们可以一起做 譬如 如果有听众朋友 说 我有駕駛的 有同学是有駕駛的 因为我没有 那我们一起 大家都是密宗的 大家都会做的 我们一起进去 我真的很乐意 什么时候 我们一起做 再进去 我很乐意 而那天 那个 蓝丝那个 男子 他进去之后 他看完他都说他都挺震撼 他都觉得 有什么理由 2020年 只不过了五个月 会有这么多人死了 他自己 都知道 是肆有 QK 出回来 跟着 整个过程 一路由 睡醒到 入到去那一刻 都不敢有什么 因为 很害怕 没去过 所以我去到茶餐厅 立即叫了两杯冻檸茶 酒甜酒饮馆 再问他 立即捉到匙匙 是胶还是金属 是金属 不用走 好了 来到 立即知道Civium很口渴 喝了大半杯 发觉半杯 我没理由这么甜 我又不是加了很多滴Civium 所以发觉 不错 原来他没有酒到甜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个故事 故事的下半部分 就是 男尸 那个男尸 回到家 他有个朋友 说 用奇门遁甲 帮他开盘 说有东西跟他回家 然后他就 很大反应 很生气 我跟他说 我说 你进去帮他们 你进去利益他们 佛家所说 你进去利益众生 他为什么会害你呢 他不会害你 如果你真的要我 在佛教的角度 跟你说 其实每个人的身上 每个人的周边 都有无量无边 的无形的众生 你见不到他 不代表他不在 在这里 你想想想 所有的文化 不论中 还是西 韩日 泰 都有说 那个人被杀死 之后 看到他的 魂魄出现 某一间酒店 很猛鬼 你发觉他不是unique 去某一个族裔 或者某一个地方文化 其实是所有 所有都是这样 所有地方 都有这些传说 那可能 这是一个universal 的phenomenon 即是一个 横跨种族文化的 一个现象 你问我 那 而 我对他说 你真的不用怕 你 害过他 就算不是这一世 在过去世 你害过他 他绝对entitled 做回来 问你索尝 但如果你跟他之间 没有糾结的话 你没有拖欠他的话 他没有索尝到的 即是根本是会 对面不相逢的 你明白吗 那所以 为什么我说 大家有左脑分析 是没错 因为你的左脑分析 你永远都是想保护你 你不要踩招皮 你不要陷入一个 自己会没有办法 逃离的困境 那样 但是 我们 荒废了我们的右脑 那我们荒废了我们的右脑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你完全听不到 你灵魂想跟你说的话 你的灵魂呢 你未进来这一世之前 其实他已经agree了 你的灵魂 你这一生人要经历些什么 因为这个是你这一世的课题 那你agree了 所以你才会成为某一个 麦伦主导 什么 什么 好像我未进入这个身体之前 我已经agree了 会有这样的老母 这样的老爸 然后太阳伦主导 我会经常被人屈 遇到很多不公义 我人生会有很多的起跌 我agree了 其实 是啊 那我现在反悔什么 没得反悔 那如果你每次都用左脑分析 你便变成 我这样做是对我最好的 那我避开了 我本身要走的路 没有所谓的冤枉路 各位 其实没有冤枉路 冤枉路也是你本来应该要走的路 被人欺骗也好 弄傷也好 什么都好 是你本身要经历的东西来的 你想想这个 宇宙间 这个地球上面 这么多人 这么多角色 如果我们的存在 是每一个都要经历一次呢 是不是 那我们就经历了 你经历完 你就 可以 过关 去下一关 打游戏 打游戏 而已 所以 为什么那些人明了之后呢 他的频率提升了之后 他回来看 其实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是过不了的 所以 那天我跟那个男孩说 我说 其实 他不是你的 如果他是你的冤親债主 你让他来索尚 我欠了你 我是要还给你 你来 但如果他不是你的冤親债主的话 他根本是害不了你的 你明白吗 所以 其实没有人是害你的 在佛家的角度 就是 所有都是佛菩萨的化验 而其实 所有的 都是你自己的化验 佛家是这么说 New Age 你 你要来体验 为什么你要来体验 因为 本来什么都没有 本来没有一脈 那你就化了很多的自己 出来 不断的体验 化不同的角色 出来被自己扮演 化不同的人 出来和自己对立 和互动 所以 在这件事里面 香港是要经历 中共的迫害 是真的 因为 你有没有想过 Clymouth 其实我们的角色 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就是要被全世界看到 中共的威胁 中共不只是威胁它内部 或者香港 或者台湾 它其实是整个世界 整个文明 整个人类的威胁 透过今次 由去年 2019年 反送中 到现在 香港人 就是要被全世界看 香港成为了 Center Stage 香港 这场运动 其实是向全球揭示 中共 是一个大魔头 透过我们被压迫 透过我们的 我们的受伤 去被全世界的警告 而又透过武汉肺炎 被全世界看到 你以为 你不住在香港 你不和中国做生意 你就可以独胜其身 原来不是 原来这个国家 这个政权 它一日的存在 就是可以威胁到全球 所有生命 就算你觉得 民主自由 不是你杯茶也好 那你的命是了吧 你care about 你的命了吧 你care about 你身边的人的命了吧 你care about 你本来的lifestyle 你care about 你本来的lifestyle Well guess what 原来这个政权 它一日存在 它一日都会威胁到全球所有人 不論是自由 民主 博外 任何的普世价值 还是你的生活模式 你的人身安全 你的财产安全 原来只要这个政权存在 大家都没有一行面 我理得你在非洲 我理得你在隔壁欄 只要它存在 你都所威胁 当初这个病毒 是在武汉 一个很小的城市 OK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 2019年6月开始 为什么有个这么蠢的女人 硬要推一个这样的法例 是所有人盲的 没有脑的 没有读书 都知道糟糕的 就是你会令到外资撤走 好了 反送中 一百万人上街 二百万人上街 这么长时间去抗争 之后 这些事情叫做收回 之后 再发生一次 这个国安法 一样的效果 一样要令到外资撤离 一样会 有一个美国来取消香港关系法 你有没有见到它是殊途同贵的 那是否代表香港人的抗争白费 不是 是代表 We are on the right track 我们在正确的路径上面 因为我们 是要起警势的作用 香港是全球 三大金融中心 中共威胁不到纽约 威胁不到伦敦 我说股市上面 它威胁不到 但是它威胁不到香港 你试试如果下一步 是取消联系汇率 会发生什么事 Swift没得用呢 美国领事馆卖香港的贊物业 超过一百亿 它持有七十多年 长过某个政权 它现在放 全世界看到的 生意人看到的 而你想真一点 某一个政权最关心 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钱 现在全世界看到的 你以为 自由民主博爱人权 I don't care OK 你便不要在意 我便玩 但宇宙应该会推到 你没有办法不在意 因为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 会全部困在家里 西方社会 为什么你家里 朝朝朝坐出不了街 这么惨 你觉得很惨 香港人这样都还要上班 怎样为之惨 香港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自己去破口罩 跟着千辛万苦 破口罩来 带着他上班 因为政府没有人理你的 OK 所以 我们的存在 是给全世界看的 我们 是要把 那个政权的真面目 向全世界揭示 这是我们 生于这个 亂世我们的责任 所以 我 embrace 我的责任 你知道我妈是同一人呢 那我其实 我在香港坦白说 我已经是 很灰的了 我stay 到 OK 因为我都和大家说过 我有和我朋友说 我想离开香港 我打算去荷兰 可能去荷兰 和我妹妹一起 接着我的朋友就说 哎 男生来的 做生意不是这样的 你那些东西要 plan好的 一日老的那些 其实 我不是我本生意做不住 我本生意 不赚大钱 但我养得活 我自己就买了十只猫的了 我OK的 我又不大贪 我又不是要买豪宅 我又不是要怎么样 是不是 那人就没什么嗜好 出去读书 对 买水晶都没有了 那 花了多少钱呢 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在香港是 因为 我要做的事 在香港很难做 而去荷兰 好很多 去台湾也好很多 但我妈 的答案就是说 和福磨门为人自焦 叫我要低调 叫我低头做人 不要说那么多 不要出风头 这个就是我妈 OK 当然你问我 你不理解 我当然不理解 如果我 有个女儿 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千方百计 都要抵她出来 还留她在那里 是吧 但是 那是我 不是我妈 我妈就觉得 你不出声就会输 很明显我妈 不真的明白 香港现在有多麻烦 但是 要发生的 就会发生的 我们让她发生的 所以 为什么会恕途同归 为什么 回头 绕这么大个圈 我们都是去回 当日 反送中 我们害怕的东西 现在会重新再面临 就是因为 这个 才是真正 会被全世界见到 而全世界真的会 care 其实说真的 如果英国不是脱了欧 她不是需要 人口 需要尊财 说白点 需要廉价 老公 甚至 你觉得她会 现在这个时候 这么好人 说 开放 给BNO 300万人去吗 未必咯 因为原来 其实以前 未脱口之前 她有很多 穷的国家 欧盟里面 比较穷困的国家的人 想去她那里打工 现在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好像很仗义的 举动 其实背后 都有她的利益计算 但是没有问题的 OK的 美国 现在五眼联盟都说 接收香港难民 香港人 你没有想过自己会 没有 是啊 但是真的会发生的 原来 佛家那种无常 真的有的 原来 我其实 到了今时今日 我有跟朋友说 有任何事情要发生 在我身上 就会发生 我想到死那一刻 我不会觉得 哎呀我没有结婚 我很遗憾 哎呀我没有生子 我很遗憾 我想我唯一真的放不下 会是 我十只猫 因为我会觉得 我十只猫 是无辜的嘛 我有什么事 他们可能就被人人毁灭的嘛 那我唯一是担心这件事 OK 那我一天还在香港的话 我就一天做我自己的事 咯 每天上班下班啊 每天做事啊 就是这样 那 那 这个 伤生的部分 讲到这里 现在讲一些 大家想听的 生酮那部分 好吗 生酮的部分呢 我其实完成了 美国那边的 keto diet 那个专业认证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生酮 在这段时间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很肥 我肥到呢 坦白说 我的脂肪percentage 我读给大家听 是客人的 我的头不肥的 肥一点点 但我的身体很肥 我的身体的body fat percentage 是去到三十六 点几的percentage 非常之肥 我现在的体重呢 是历史新高来的 我的BMI呢 是24 好恐怖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来想去 我终于明白了 我从去年六月开始 很不开心啦 亂吃东西 这就是stress eating 就是压力 暴饮暴食 正常人呢 就算你 我不是说 打中大的时候呢 我拿着一盒烤猪扒饭 一路哭一路吃 就算正常这样吃 也不应该那么肥 我知道为什么 我终于明白了 因为我在家喝的是乌鲁奶茶 而那个奶茶呢 是加whipping cream whipping cream 每100ml 有35g以上的脂肪 所以原来我过去那一年时间 是说十一个月 是说高糖加高脂 最灾难的 死得最快的 是这种来的 因为如果你只高糖 你没有脂肪呢 它都没有那么多燃料 你明白吗 没有那么多原材料 都被它儲 但是我是高糖 那么insulin 即是二倒素 就出击了 然后发觉 哇有很多东西要儲啊 原来 那就儲了很多脂肪 所以现在我就说 我的body fat percentage 是36 我的BMI是24 好恐怖啊 我现在是圆滴滴的 我现在是不断地被人烧 我肥的 除了头不肥之外 我的身是很肥的 我很坦白 OK 我现在整个腩呢 好像五个多月身多 是圆滴滴的 我以前没有肚腩的嘛 我以前瘦到呢 我可以给你看的 是有胸骨的 即是我生童的那段时间 是瘦到胸骨的 我正在找一张照片 甚至我去年 我给了一张相对美艳的照片 你们看 猜不到是我 这个 这个是去年 就是在我 在化妆中之前 所以多谢林郑 好吗 继续 那我的 2018年的瘦呢 会不会太残难 你们反而看不到 试试 看不见到胸骨 看不见到现在 看不见到 这个在日本 那时候 心疼是这样的情况 看不见到 看见到胸骨 对 对 就是这样 心疼是否瘦 当然是瘦 我今天见到 苹果报纸 有一个瑜伽导师 是阿布丁的朋友 他说 心疼不瘦 我 我试过很多方法 我真的说 你是不是不会吃 然后我问阿布丁 心疼不瘦 是反人类 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机制 你没有糖 是肥不瘦 是肥不瘦的 你看以前的糖尿病一型的病人 我现在搜寻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以前的糖尿病一型的病人 Diabetic Patients 我现在搜寻给大家看一下 瘦到是很恐怖的 是皮包骨的 是完全没有可能 你觉得它好像是饥荒 你觉得它好像是饥荒 那样 OK 我开给你看看 以前的糖尿病一型的人 在未有肥肚素发明之前 是这样的 你见不见到 OK 是啊 所以其实只要你的肥肚素 不分泌的话 其实你是真的 没有办法肥的 所以你看到我瘦到出胸骨 那时候 不是说你一直生疼破疼 会更肥 而是 我都说了 我不会变态到要求你们说 你由现在开始一世都没得再吃pizza 没得再吃寿司 没得再吃煲仔饭 鱼蛋粉 没有的 你明白吗 就是这样是不practical 不实际的 因为你总会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你总会有想吃的时候 但是 可能你一个月给自己一次 一个月给自己破一次 一天 那一天里面你吃pizza 煲仔饭 壽司 一锅过饺 之后你可以断食 有没有damage 有damage 你问我 我知识上我左脑上 我完全知道这些东西 整个香港 你问我 生童最有这方面的知识 和专业资格 其实应该是我的 因为我真的 我读了美国的 那个 那个专门是生童 生童第一届 是专业资格 我读了那个 它里面是什么都 covered 的 生童对于不同的疾病 癌病 各方面的应用 对啊 但是 我和那么多人谈过 我自己都是 过来人 就是 正常工作压力 或者什么什么 生活压力 我不会破的 我一个月去瘋一次 满足了自己 很开心就算 但是去年六月开始 我就是 我没有办法 你明白吗 就是我太不开心 所以我要尋求 一个 即时的满足 即时的满足 即是你知道 我不应该吃这种东西 但我吃这种东西 我是一个对抗 你明白吗 我是一种反叛 我做这种东西 所以我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不开心的时候 会想吃甜的东西 因为你小时候 你不开心 爸爸妈妈就是 买糖给你吃的 用巧克力 用糖 用冰糖 所以我们的机制就是 不开心 他就想吃甜的东西 明白吗 但我不是想吃甜的东西 我想吃 comfort food 那我的 comfort food 就包括有焗猪扒饭 有煲仔饭 有披萨 有披萨 有这些 所以我过去半年 我就是这样 黄金糕 我喜欢吃黄金糕 咽咽咽咽咽那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突然间变了 BMI24 Body fat 36% 但是 having said that 我读了那么多东西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我现在要示范什么 给你们看 我会示范 用最短的时间 收给你们看 如果我时间许可 我甚至每天 出一个日记给你们看 我今天吃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ok 对了 接着 三个月 9月4日 你看到时候 我的Body fat 是多少 我的体重 是多少 我说得出 我做得到 因为我懂 是做不做的 还有还有 我是太阳能主导的 我要做我就做到 我是座言起行的 所以其实 我一路想过过麦伦 而麦伦 大家可能觉得很难明白 但我尽量 这里深一点 ok 一个人 尤其生意人 是不是 说得出 做得到 ok 接着到底下 你看不到 就是可以坚持下去 说得出 做得到 就是牙齿当今世 对不对 说得出 你的后论 做得到 是你的太阳论 我的太阳论主导的 我当然做得到 我说做就做 你问我 我会天天去丧举 丧做运动 那你说 那大多人 不生童 做运动都可以很瘦 老实说 我不是一个狂粗的人 即是 我呢 只有很少肌肉 你看到我都是 白賴晒 林自治那批 ok 我会做运动 但我不是那些 哇 每天举 每天举 那些 我不是的 即是 我见到 body pump 嗯 我知道很好 但我会在那里挣扎 很辛苦 嗯 好像很痛苦 唉 质质薄 都是不好 我好像是spinning 手得很快 嗯 spinning 但是 踩踩踩踩踩踩 去了奈何桥 我的朋友 不要开玩笑 所以 为什么我过去 这段时间 基本上我没有讲生童呢 很虚偽啊 你像个猪 那样 你讲什么生童呢 哪有人相信你 我在库口里 你进到来 看到我坏 那你怎么相信我呢 你明白吗 所以我不讲 你看我那陣子 瘦到胸骨都厌 那陣子讲不讲 当然讲 是吧 那我现在唯有跟你讲能量 能量 我又真是 懂的 我又真的有这个资格 我有这个trading 我证明的哦 我证明给你看的哦 你在我面前 我按你们就知道了 被你feel到的哦 那 但是 现在我要证明给你看的 ok 就是我三个月 可以瘦到多少 我透过 我开鼓给你听 ok 我会做些什么 但是具体实际的操作呢 我之后 完成了 我已经拍了一辆美照给你们 穿泳衣也好 穿比基尼也好 好 找一块布遮住 好什么都好 ok 到时找好的摄影师 帮我拍摄照 我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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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怎样 ok 知识就是力量 金钱都不是力量 知识才是力量 我认识的 我怕什么 我很坦白的 我过去一直亂吃 还要天天喝杯奶茶 当然肥 你怎会不肥呢 你人体正常的 我进去糖尿病一形 是不是 但是没办法 你要我选 这个地球里面 我两样东西 我不可以没有了 ok 除了自由 ok 之外 我不可以没有了 猫 我的宝贝 我也不可以没有了 奶茶 我每次去旅行 睡觉 我就立刻 我要喝奶茶 然后呢 我有一张照 是我喝奶茶的 壞样 我先找一下 ok 你会看到我呢 这个是我的最终极的 必需要的东西 我没有了奶茶 我真的会 不行 不行 我给我的壞样 没有化妆的 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这个壞样 暗一点才做 睡光一点 sorry 不懂用东西 好走 啊哈 科技这家东西 看不见到我样子多壞 我朋友拍的 我在喝奶茶 那个 嗨 那个样子 ok 可能那些人是喝肥可乐 我不是 我是喝奶茶 因为我样子多开心 多爽脾 对不对 ok 对了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三个月 我用不用三个月 其实老实说 我可以告诉你 少少提示 我当时是生同 如何生 之后开股 我会断食 如何断我之后开股 还有我做些什么运动 ok 我都会告诉大家 是的 那你就可以看着我如何 有一个死肥妹 变了 一个死肥猪 现在人人都笑的 你知道吗 人人都说我肥的 现在 这是事实嘛 那你说真话 没问题的 是的 我是真的肥的 我现在做了个头 我现在手指都肥了 我说真的 我扔戒指 我明明以前戴了同一个尺寸 我扔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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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肥啊肥 那 但是呢 阿姐是 去年 刚才的照片 是健身的 OK 对了 这个眼睛是不是太瘦 即是肥少少 但 可防可控的 自己控制到的 那 为了努力的 进入生同状态 各位 看到吗 猜猜是什么 看到吗 我還在收拾 想收拾到它更漂亮 猜一下 當然不用再說了 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生酮的蛋撻 我正在做生酮菠蘿包 當然到時可以做生酮菠蘿油 做到菠蘿包生酮菠蘿油也沒問題 還有我做了格仔餅 雞蛋仔 我做這些 我做這些 因為我們人手做的 阿姐我人手做的 所以你們不要貿貿然衝上來 想著可以買一瓶酒 是沒有的 如果你要的話 就下訂單 拜託 發個WhatsApp過來 我明天過來 pick up 一瓶 或是六件 或是四件 什麼都好 生酮蛋撻 你幫我準備做 那我就會很乖地幫你做 OK 說是無謂的 做吧 做給大家看 我是一個很理性 講邏輯的人 其實我以前的頻率呢 是在四百的 就是reason 邏輯 講理由 所以我經常都不明白 那些人這麼 情緒化 有什麼就說 我完全不明白 那些人 朗朗零零 然後我最近的頻率再提升了 就變成五百呀 六百呀 那樣 which is very good 那些人會怎樣 豁然開朗了 love and joy 再上去就是 五百就是love 六百就是joy 你這個頻率狀態 跟你的心境 你的遭遇有直接的關係 你的人生際遇 你的相處模式 是跟你的默倫 主導默倫有直接關係 記住默倫呢 是好像月亮周期那樣的 有光明面 有黑暗面 為什麼會光明到黑暗呢 是因為 它會rotate 你會發覺你那一陣子 說什麼都錯 說什麼都看著你 說什麼都被人攻擊 說什麼都有是非的時候 那就是你的喉輪進入了 黑暗面 明白嗎 那其實你用蠟燭 睦倫蠟燭 看著15分鐘 它就會轉回 其實很簡單 所以默倫呢 是等於另一套 星座系統那樣的 是很博大精神的 我剛才不是說 做生意的人 是不是言出必行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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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還有最底論是什麼 是貫徹始終 是一致 是堅持 你會發覺有些人 他做沒有問題 但是呢 他三分鐘熱度 因為他的底論 和那個太陽論 有落差 OK 或者他只有一個講字 他做不到 就是這一度 喉輪和太陽論 有落差 好了再講了 那兩夫妻呢 那兩夫妻呢 思想上 能不能溝通到 情感上 有沒有交流 跟著 在兩性上面 生殖論 能不能夠得到滿足 兩夫妻 或者情侶 就是看這三個 倫的關係 大家的協調 行不行 你想要錢的話 你是銷售的 喉輪和底倫 如果是生意人 就是太陽倫加底倫 當然有些人很棒的 就是那些儒家大師 那些哲學大師 spiritual teacher 那些很厲害 你知道嗎 開一個 這些好像live 那樣 但是他用zoom的 是幾百人一起上 跟著 是一場十幾萬的 然後每幾天就上一次 他們怎樣 就是那個頂輪 那個頂輪 高分光明鏈 突然間 有一個download 有一個idea 進來 OK 他不是想出來的 跌下來的 跟著之後 嘩 他就受到萬世供奉 大家就給錢 來聽他說的話 OK 頂輪通好不好 當然好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你要所有的輪位 都高分 他有多餘的energy 才能夠做到顯化 即是吸引力法則 為什麼吸引力法則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就是 你的energy 到底還擺在生存 還是你可以顯化成為生活 OK 高山低谷那首歌的歌詞 OK 如果你的energy 就是每天要拿來 掩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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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庭口庭 那些energy 還在生存模式的話 你顯化什麼呢 你連下一餐都成問題 你連 你明明 去到下個星期 你都覺得很笨 你不能顯化的 但當你的麥輪全部 清 夠能量的時候 有多的 就會在心輪這裡做個顯化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 我經常都強調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 我沒有金字塔給大家看 沒有 但我先找一個形式 做一個代表 OK 如果一個是你的問題所在 一個健康問題 其實它四隻角 一、二、三、四 四個角去形成 我舉例你這個 抑鬱症 物理層面 是不是有 不夠多巴胺 不夠血清素 是真的 但如果你吃了多巴胺 血清素 是不是一定會好呢 又不是 為什麼 你其他三隻角 有沒有理會 有一個客人上來 跟我聊幾句話 他在吃精神病的藥 是depression的藥 已經在吃了 但還是要繼續吃 為什麼不是弱到病除呢 為什麼不是吃一個 三個月就好了 我問他 他確診之前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被人騙了一筆錢 醫生不會問你這些 他直接開業給你的 騙了一筆錢 那一筆錢 就是一個trigger 那個喪失 那個情緒 他還鎖住了 在裡面 你知不知道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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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構成物質的 所有我 你現在看到我是立體 是固體 其實是很幻象 我呢 99.99% 其實是空間 真的 粒子和粒子中間 最多是空間 你把整個地球 所有的人事物的粒子 全部把空間剔除 壓在一起 是一顆方膛的大小 但它會是很重很重 這個就是一種 星體叫做 white dwarf 就是這樣 OK 所以 我們說 emotion 情緒 emotion 就是 energy emotion 流動的能量 而當這個流動的能量 不再流動的時候 它就 stuck 住了 卡住了 卡住了 你的身體就會出問題 OK 所以四個層面 物理 情緒 能量 靈性 OK 我現在肥到一隻豬 那樣 因為我不開心 我2019年6月開始 我很不開心 我就亂吃東西 OK 那我亂吃東西 我不開心 這些會擾亂 擾亂我什麼 我身體裡面的默論 和經絡 明白嗎 OK 那這是我人生要經歷的階段 是的 所以我embrace 我absorb 我learn 個Lesson OK 可以嗎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會放一些照片 那些照片 大家如果要的話 就What's up 還有 聲音治療 現在開了 那大家 就 照戴口罩 入到來照洗手 聲音治療 現在是逢三 六日 星期三 晚上七點鐘 就是水晶種撥 OK 而六日 星期六 就是西藏種撥 金屬 七金屬 那些 那些是很美的 那些不是基打的 那些是手種 是古董種撥 在寺廟裡面流出的 買都買不到 有錢都買不到 所以沒有來過 就來一下 然後 星期日 就是銅鑼 那銅鑼 是最接近宇宙的聲音 外大空聽到的聲音 就是銅鑼的聲音 OK 那跟著 其他兩種是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但是大家沒試過 來試一下 因為會幫助到你的腦電波 去到一個能夠幫助你身體自我修復的頻率 就是Alpha Theta 甚至Delta 個個都是這樣 睡了都不知道 很棒的 讓你的身體進入那個狀態去修復 那就是星期三晚的7點鐘 星期六和星期日 因為我們位置很少 所以提早預訂 好嗎 現在我們剛剛開始做 費用就很低 比外面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WhatsApp給我們 接著過來 我沒辦法 OK 我講到這裡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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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